烟草,在吞云土物中收获健康 越来越多的医生选择抽骆驼牌香烟 20679位医生说 好运牌香烟刺激性低 吸一根清新的香烟 给喉咙放个假 这些说吸烟有益健康的激情宣传 在20世纪中期之前 能在美国各地杂志上的彩色差页广告中看到 1955年 超过50%的美国成年男性吸烟 吃惊吗 医生自己也非常喜欢吸烟 大约就在当时 30%的美国医生声称自己每天至少吸一包烟 如今两代人的时间过去了 美国的吸烟人数达到了历史最低 在之前500年 人们深信这种高度成瘾的物品有助于健康 而在过去60年中 这一任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别误会 对人类来说 烟草依然是最致命的植物 全世界每年有超过600万人的死亡与烟草直接相关 尽管今天烟草被普遍认为是十分危险的杀手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烟草都是作为药草使用的 到了20世纪 烟草因其自身的疗愈特性而广受喜爱 来自新大陆的喜讯过去几千年中 在美洲本土种植过60种烟草 15世纪 西班牙探险家来到美洲的时候 烟草已经在南美和北美被作为仪式辅助 消遣性药物以及医用草药被广泛使用 哥伦布船队的船员发现 居住在现今古巴和海地的土著泰诺人 燃烧烟草叶子做的火炬 以驱散疾病 或在家中和祭祀场所做消毒之用 据说 那些船员还看到泰诺人 嗅大量的干烟草焚烧产生的烟 然后快速进入丧失知觉的状态 这可能是当地医生 在进行穿孔手术之前将人迷晕的方法 后来 探险家们不断地在新大陆发现烟草 作为医药的广泛使用 在墨西哥 它被当作止歇剂 歇药以及镇静剂 烟草的叶子不仅可以晒干后用来抽食 也被当地人用来治疗伤口和烫伤 其叶子磨成粉末吞浮之后 可以缓解喉部的粘液堆积 加利福尼亚的沙漠部落将烟草叶子碾碎 制作出一种药膏 用来治疗风湿病 以及湿疹一类的皮肤感染 抽食烟草叶子 也可以治疗普通感冒 另外 当地人认为 将烟草与熟尾草叶子混合疗效会更强 下一个冬天 除了吃下一瓶感冒药 你还有了另一个愉快的选项 对欧洲的医生们来说 发现新大陆就像打了一针兴奋剂 他们都陶醉在喜悦中 感觉自己即将揭开这种新出现在药柜里的新植物 所包含的丰富疗愈力量 烟草作为新世界的冠军作物 深受欧洲医生欢迎 拥有了万灵药的绰号 尽管并没有持续太久 16世纪70年代 西班牙医生尼古拉斯 莫纳德兹出版了一部有关新世界要用植物流行史的著作 这本书有着振奋人心的书名 来自新大陆的喜讯 里面用大量的篇幅讲述了关于新发现植物的普遍感受 而莫纳德兹坚持认为 烟草可以疗愈至少20种疾病 包括癌症 这真是医药文献中最讽刺的说法了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中 将有17个美国人死于吸烟引起的肺癌 鼻烟 欧洲宫廷新玩法烟草界另一位早期的医疗开拓者 是法国驻葡萄牙宫廷的大使让 尼科特 NICOT 它的名字因为是尼古丁 NICOTIN 一词的起源 而被永载史册 烟液燃烧时会产生4000多种化学物质 尼古丁只是其中之一 却是最恶劣的一种 因其能刺激吸烟者的大脑和神经系统 令人逐步上瘾 1559年 尼科特到达里斯本 很快便在别人的介绍下 接触到烟草 他是一个好奇心极强的人 有着一颗向往学术的心 他被这种来自新大陆的植物 以及葡萄牙研究其医学效用的早期实验 深深吸引了 这位大使兼刚刚起步的医生 决定自己试一下 于是 他很快做出了一种烟草药膏 然后抓来一个长了流子的当地人 让那个人定期使用药膏 以遏制那东西的生长 这个故事中那个当地人的看法 并没有被历史记录下来 药膏发挥了作用 尼科特深信自己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 相信烟草是包治百病的良方妙药的尼科特 打包了一些烟草植物 荣归法国 当时统治法国的是凯瑟琳 得梅迪奇王后 1561年 尼科特将烟叶尽献给凯瑟琳 并说明将叶子研磨成粉 通过鼻子吸入 可以缓解头痛 凯瑟琳当时正被剧烈的头疼折磨着 把你的敌人都堵死 你也会剧烈头疼的 便接受了尼科特的建议 鼻烟起了作用 凯瑟琳以及整个法国宫廷 在一息之间成为烟草的信徒 在引领时尚潮流方面 16世纪的法国就如同21世纪的法国一样 鼻烟很快成为欧洲各国宫廷的必备之物 在16世纪晚期 你去参加贵族派对 很少有人不会给你一撮鼻烟的 而这种时尚的药物 渐渐向其他社会阶层传播 进入大众的视野 也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尼科特功成名就 获利颇丰 后来他退居乡野 继续为自己的另一个梦想奋斗 编辑一部法语词典 1773年 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 将烟草的署名命名为 Nicosiana 以纪念尼科特在推广这种植物时 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不过 一旦正确认识到 尼古丁诱人上瘾的能量 世人就会发现 这是美名还是恶名 还真不好说 尽管凯瑟琳 得梅蒂奇 在传播烟草的益处 但对这种植物的反馈 也并非都是雨露 阳光和鲜花 他从最初传播到欧洲 就有人唱反调 在反对烟草的人中 最知名的便是爱扫人心的 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 他在1604年的一篇文章中称 吸烟令人恶心 詹姆士国王仿佛先知一般 进一步称烟草对大脑有害 对肺部危险 詹姆士一世对烟草的感情起了作用 17世纪和18世纪 这种植物已经不再被视作万灵药了 不过 吸烟依然是备受某些医生推荐的 它可以用于特别的治疗 比如 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 一本非常流行的医学书 初级病理声称 烟草产生的烟能缓解耳痛 这也是让人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药方 如果你觉得耳痛 所需做的就是找个朋友 让他点一个烟斗 然后把烟吹入你耳道深处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实验 下一次你同事去吸烟休息的时候 可以和他一起 请他给你做治疗 泰晤士河畔的烟雾灌肠疗法耳道 并不是身体唯一可以接受 二手烟强力治疗的开口 你知道有句俗语叫 blowing smoke up your ass 直译为 把烟吹进你的屁股 用来形容虚与尾夷 言不由衷的奉承吗 好吧 你下次再见到高高在上的客户时 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来源于医学的俗语 实际上 把烟吹进某个人的屁股 是18世纪时实施的一种复苏方法 因为这种复苏法非常流行 烟草灌肠套装 一度生产规模很大 普通家庭也可以非常方便地买到 诚然准备一个急救医药箱总是最好的 但真不是说要在急救用品之外准备一套烟草灌肠套装 18世纪 烟雾灌肠法大行其道 深受英国医学界的欢迎 并被用于一种非常特别的治疗 溺水之人的复苏 当时 在泰晤士河中溺水是非常频发的事情 为此 一个专门的社团建立了 并专门筹资用于提高溺水之人的复苏率 这个社团被特地命名为帮助看似溺死之人 提供紧急救济委员会 社团成员在泰晤士河较危险的河岸巡逻 随身携带烟草灌肠套装 随时可以帮助不小心跌入河中需要唤醒的可怜灵魂 如果真的遇到事情 社团成员会一跃跳下救援 将溺水之人脱出河 撕开所有衣服 翻转对方的身体 让其腹部朝下 然后将一根管子塞入对方的屁股 并打开烟熏器和鼓风器 顺便说一句 鼓风器是灌肠套装中很受欢迎的附件 在鼓风器加入之前 你必须自己上阵 大口大口地把烟吹入别人的屁股 但愿你不会倒吸一口气 因为那样做的结果不只是恶心 还可能会导致死亡 比方说 如果你救的人有霍乱 那么因为吸入霍乱病毒 你也要随之而去 而且 朋友们 这种死法可以列入本书认为的最糟糕的死法了 这个套装背后的医学理念 在其推广者看来似乎非常合理 特别是威廉、霍斯医生和托马斯、科根医生 是他们成立了泰晤士和救援队 把烟吹入溺水之人的身体 被认为可以实现两个医学目标 温暖病人 刺激呼吸 当然 把烟吹入人的屁股 实际上什么也实现不了 所以 今天这个俗语被用来形容不真诚的恭维 这是一个毫无目的 毫无意义的举动 但确实给了18世纪的救援者们 一个去看别人私密部位的非常亲密的视角 要知道 在那个年代 露出脚踝都会被认为是有伤风化的 这可能也说明了这种套装流行的一些社会性原因 如果烟草惯常套装没有拯救受害者 机构的成员们会转而采用一种更加可信的方法 而实际上正是这种方法能够救命 人工呼吸 不过 在那时 口对口的人口呼吸是很不受医学界推崇的 很下流 相比于把烟吹入人的屁股 应该有复苏气将空气蹦入宾死之人的肺部 然而 接生婆们更了解口对口人工呼吸 并经常采用这个方法来让婴儿复苏 幸好 医学界的其他人最终追上了接生婆的脚步 口对口人工呼吸不再有下流的含义 因此 无数的生命得救 房间消毒 试试烟草 尽管烟雾惯常疗法绝对不是什么好主意 不过烟草也曾被当作消毒剂 这种对其产生烟雾的迷人应用 可能并非无效 哥伦布的船员注意到古巴的泰诺人 在家人生病时 会燃烧烟液来给房子消毒 因而 烟草作为消毒剂的声明 便和该植物一起传到了欧洲 1665年 伦敦爆发了一场瘟疫 学生们被告知 在教室中抽烟 是一种驱散疾病的方式 生活在瘟疫蔓延的伦敦 唯一的好处可能是学生们不需要逃学 就能接受尼古丁的治疗 无独有偶 1882年 博尔顿爆发天花 一所祭品院中的所有居住者 都分到了烟草 他们以此来抵御病菌 烟草作为消毒剂的效力 是医生们偶然发现的 1889年 一个不知名的作者 在英国医学期刊上发表文章 提到化合物笔定存在于烟草的烟中 能够杀死病菌 而且 吸烟的人感染白猴和斑诊伤寒等传染病的概率更低 1913年 柳叶刀上的一篇文章称 对烟草中的笔定做了更多检验 再次证明 烟草的烟能够杀死引发霍乱的病毒 不过 两篇文章也都很简略地提及 吸烟的害处远远大于益处 这一论点在很大程度上 阻止了将烟草作为消毒剂进一步研究的可能 烟草牙膏一些美洲印第安部落 将研磨成粉的烟草和石灰或白鳄混合 做成一种牙膏 用于清洁牙齿 今天的烟草使用者可没法享受到这种功效 因为他们经常嚼食烟草或是抽烟而把牙齿染黑 今天 在南亚地区 烟草牙膏依然还在使用 IPCO公司等成功地将其商业化并投入市场 IPCO的牙膏 奶油烟 除了有史上最好的牙膏品名之外 比比看 高路结算什么 还包含了橄榄油 甘油 荷兰薄荷 薄荷醇 张脑 当然 还有烟草 奶油烟在南亚妇女当中备受欢迎 有些人在生产商的鼓励下 为了让口气持久清新 一天用八至十次顺便说一句 如果要评选本书中出现的最糟糕的牙膏成分 奶油烟中的烟草并不是唯一一个参赛者 请查阅雷宇东的部分 看看另一个参赛者 放射性牙膏 19世纪似乎是医用烟草退出历史舞台的开端 1811年 英国科学家本博尔迪耶发现 尼古丁对心脏有害 研究者们一直想分离出尼古丁生物件 而在1828年 一个发现进一步降低了医学界对这种植物的看法 因为尼古丁对大脑和神经系统有不良影响 到了20世纪初期 吸烟可能有害健康的说法开始浮出水面 烟草产业拉响了警报 为了平息消费者的恐慌 烟草生产商与医生建立了强大的联盟 医生和普通大众一样抽烟 而且都还在慢慢消化吸烟 可能有害健康的最新研究 加之并不是每个抽烟的人都得病的奇怪现实 因此要找到愿意给烟草公司代言的医生 并不是很困难 为了换取医生的支持 烟草公司还会提供很多香烟 来满足他们的爱好 美国烟草公司成功地 打出好运牌香烟低刺激的广告之后 医生们就纷纷出现在杂志的彩色广告中推销产品 20世纪30年代 菲利普、莫里斯公司 一个新加入这种游戏的公司 因其称一群医生认为他们公司的香烟 能够改善或是彻底消除鼻炎和喉炎 并成功策划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广告活动 而轻始流明 这次的广告宣传几乎直接将菲利普、莫里斯 变成了主流品牌 在雷诺兹烟草公司推出越来越多的医生 选择抽骆驼牌香烟这条宣传语的时候 医生代言香烟的广告狂热到达了顶峰 1946至1952年间 骆驼的广告打着这句宣传语 乘是由独立研究发现的结果 而事实上 这项独立研究是由威廉、埃斯蒂公司执行的 这是雷诺兹的一家子公司 他们在给医生提供了表达敬意的盒装骆驼香烟后 向医生们询问 他们最喜欢的香烟品牌是什么 烟草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医生 选择抽骆驼牌香烟这句广告语 既是结束 又是开始 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吸烟的害处 烟草被医学界彻底关在了门外 医生们从最初使用烟草作为治疗手段 逐渐开始认识到吸烟引起的数不清的不良作用 癌症、肺气肿、心脏病、哮喘、糖尿病等等 然后开始为消除这些危险而努力 然而 与此同时 我们也要接受全球范围的消遣性吸烟 尽管几十年来 人们都很了解吸烟有害健康 这一点也得到了大力宣传 但全球依然有13亿人长期吸烟 烟草行业年收入高达3000亿美元 所以 很自然的 医生们都忙着消除吸烟对人体造成的负面影响 而没有进一步去研究烟草积极正面的利用价值 对今天在泰晤士河边散步的人来说 很开心的一点是 烟雾灌常 已经不再是给溺水冰死之人的首选复苏方案了 得知没有变态 时刻等待着我们不幸落水 好把烟吹入我们的屁股 我们在游览泰晤士河时应该会感觉安全一些